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厨师 欢迎来到天天相见厨房 昨天又见,今天又见 我们天天相见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给我一个小爱心哦 很多朋友都喜欢吃莴笋 但是在炒莴笋的时候 有的人喜欢焯水 有的直接下锅炒 其实莴笋焯水的话 营养容易流失 口感也会大打折扣 直接炒又很不容易熟 还会发黄 今天分享一个简单易学的做法 做出来的莴笋清脆爽口 好吃又下饭 一起跟着我们的视频 看看是怎样制作的吧 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首先准备两根 在路上捡回来的新鲜的莴笋 先把莴笋叶摘下来 莴笋叶很嫩 可以炒着吃 也可以做汤喝 全部摘好后 先放一旁备用 我们再用削皮刀 将莴笋的外皮给它削掉 不要莴笋皮比较厚 也比较硬 莴笋皮不好削 所以去皮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一点哦 很多人不懂如何挑选 认为莴笋越大越好 有时随便拿一个就走了 至于莴笋新不新鲜 嫩不嫩大多只能靠缘分 莴笋如果长成又粗又壮的模样 大多都是中空不实 吃起来也没什么味道 有时候选不好 不仅空心吃起来还发苦发色 口感一点也不好 其实购买莴笋非常有讲究 要买笋叶鲜嫩没有花苞的莴笋 看外形笔直硬实的莴笋 看表皮颜色偏浅的莴笋 这样才能买到好的 削好皮的莴笋 给它放在菜板上 然后给它切成长段 再给它改刀切厚片片 一定要切厚点 吃起来口感才好 再切成细条 莴笋是一道非常受欢迎的食材 不仅颜色碧绿 做出来能增加食欲 炒出来清脆爽口 好吃又好看 切好给它放入大碗中 接着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把它翻拌均匀 莴笋的话有一点青色味 我们用盐给它撒下水分 这样做出来口感要更好 给它拌匀以后 放一旁腌制五分钟左右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根红辣椒 把它头切掉不要 然后对半切开 去掉里面的辣椒籽 在中间切一刀 然后切成条 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 接着我们准备一些大蒜 给它切成薄片 大蒜我们要多准备一些 那样蒜香味更加的浓郁 片切好以后再改刀剁成蒜末 让它有点颗粒感 也不要剁得太碎 蒜末剁好以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块去皮的生姜 把它切成薄片 再改刀切成姜丝 最后我们把它切成姜末就可以了 切好后放入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五毛钱的瘦肉 先给它切薄片 再改切成丝 切好给它放入碗中 接下来我们来腌制一下 加一勺蚝油 再加一勺淀粉 半勺的生抽 然后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让肉丝吸收调料的味道 搅匀之后 我们再往上面零点食用油 这样我们在滑炒的时候 就不易粘连 再准备两个刚刚失恋的母鸡蛋 朋友们家人们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星吧 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对我来说可以高兴睡不着觉 现在这个视频 就辛苦你帮我点赞转发一下吧 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和鼓励 搅拌均匀后放一旁备用 现在我们的窩笋淹好了 来看一下 杀出了好多的水分 我们将它清洗 莴笋淹过以后 就更加的有韧性炒 出来口感也会更好 往里面加入少量的食用油 加点食用油 可以锁住莴笋的水分 我们在蒸莴笋的时候 就可以形成一层保护层 使蒸出来的莴笋 营养也不会流失 给它搅拌均匀 放一旁备用 准备一个蒸屉 倒入清水 把水烧开 烧开后把莴笋给倒进来 然后将它摊平整 再扣上盖子蒸一分钟 一分钟后我们打开盖子来看一下 这个莴笋非常的碧绿 把它盛出来 放入盘中备用 另起锅将锅烧热 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下入肉丝给它滑熟 像这样滑熟以后给它盛出来备用 再起锅加入适量的猪油 加猪油炒出来的莴笋会更香 油热之后下入姜蒜给它煸炒出香味 煸香以后把肉丝给倒进来 再把蒸好的莴笋给倒进来 把红辣椒也加进来 然后开大火给它翻炒个五十秒 炒至莴笋断生 炒出锅器 现在我们简单地调味 加入一勺生抽 再来白糖 继续翻炒 炒至调料化开 像这样一道非常好吃 又爽口的莴笋炒肉丝就炒好了 我们将火关掉 出锅装盘 把莴笋放在锅里面蒸一下 不用去焯水 这样做呢营养不会流失 而且口感吃起来会更加的清脆 颜色也会更好看 肉丝吃起来鲜香滑嫩 比饭店做出来的还要好吃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帮忙给我点个赞 并订阅我的频道 别忘了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你有学会做这个家常菜了吗 下个视频中 我将会带来更多的家常菜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